没有印度的支持,达赖和他的组织者们怎么可能居住在印度几十年呢? 没有共匪邪党的支持,印度干吗? 共匪口口声声要维护祖国统一,反对西藏独立。 共匪却天天跪求印度加入共匪的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金砖国家等。 全世界有共匪这样无耻的邪恶政府吗? 印度都已经吞并了西藏南部了,共匪邪党不去为了维护祖国统一马上开战。 共匪居然还继续跪求印度继续友好往来,天下还有比共匪更加不要脸的政党吗? 最无耻的是,共匪邪党天天叫嚣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大家都是同胞。 结果呢?无耻共匪禁止台湾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等。 而香港不是一个国家,却可以加入亚投行,一带一路。 而印度天天搞藏独,让达赖定居印度,不要脸的共匪居然死不要脸天天跪求印度老爷加入一带一路。 共匪邪党对于台湾同胞指高气扬,看见印度老爷拒绝加入,共匪却不断哀求他们加入。 民国107年4月,共匪习近平为了贵求印度侵略者和他说句话,自己居然还特意飞到武汉和印度总理搞所谓的非正式会谈。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印度侵略者根本就看不起共匪邪党不想和共匪见面。 是共匪习近平自己低三下四为了和印度老爷见面才搞个所谓的非正式会谈。 大家什么时候看见共匪邪党的发言人公开谴责印度支持藏独和达赖喇嘛的? 共匪发言人只敢谴责达赖。 大家都应该知道,没有印度作为达赖喇嘛的坚强后盾,达赖怎么可能全世界出名? 西藏南部被印度侵略者殖民已经超过六十多年了。 民国七十六年,印度侵略者正式将其纳入印度版图。 无耻共匪邪党,你们当时为什么没有马上武统? 邪恶共匪,你们什么时候打算武统解放藏男同胞了? 印度当时都没有和武,但是软弱无能的共匪邪党居然都不敢为了维护祖国统一, 领土完整而去收复中国领土。 各位,这就是共匪邪党的卖国事实真相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没有共匪大力支持印度侵略者侵略殖民中国西藏南部领土, 印度也不可能成功吞并比台湾大二倍的西藏南部领土。 没有共匪死疲赖脸跪求印度老爷的怜悯, 印度侵略者们怎么敢支持西藏独立, 提供基地给达赖喇嘛和他的支持者们呢?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了早日实现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梦, 让我们携手共进,早日消灭共匪邪党。 共匪必败,人民必胜。 中华民国统一万岁。